还没分享上电话语之前呢,跟你讲个笑话 这个笑话是这样的 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小明 他知道自己的死字不多,因为他中cancer癌症 然后就跑去给医生检查 然后第二天,医生就通通他说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种坏消息要告诉你 然后小明就说,好啦,你讲好消息,今天我什么天啊 然后医生就说,好消息就是你还有两天可以活 然后小明就很紧张,那坏消息什么 好消息还剩下两天,坏消息什么 坏消息是昨天我忘记告诉你,你还有一天 之前也忘记告诉你,今天还剩下最后一天 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意外,微意外 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 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觉得这些意外都对我们不好 可是,感谢主在主的里面 圣经讲,万事互相效率,叫爱神的人的依存 无论你愿意现在是好事情还是坏事 请记住,跟你旁边的人讲万事 万事包括好事,包括坏事 来,跟你旁边讲万事包括好事,也包括坏事 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啊,阿们 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神的祸益 耶稣的名,以生活 我们过去以来,我们讲的 已经是第六个系列,关于耶稣的名 今天我要跟你看,耶稣的名和你的生活 有细细的相关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 十足行传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这里 但是不是很清楚,最好你是看自己圣经 然后,我们来读一读圣经的火药 一起读好不好 第三节到第六节 第二,第三,第八节都写一二看 他看见彼得,越汉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越汉定睛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只换得着什么 彼得说,尽力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拿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脖子骨 立刻转见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 阿们,我们做一个报道 天后,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 我求主你打开你天上的门户 倒下赤十亿的玛纳 来慰保我们的灵命 在我们这个时刻 我求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心灵 如果我们受伤,接着你的话以来 医治我们 如果我们有困惑 求主你来兼顾我们的心灵 再一次被挑望起来 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灵命 能够得到充满 主啊,你恩高讲台 恩高你的仆人 所说的每一句话 能够造就 能够建立他们的心灵 求主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 感谢主,你看 在过去的系列以来 我就跟你讲耶稣的名字 有何等的力量,何等的能力 而耶稣的名代表耶稣本身 耶稣不用到一个 怎么说,不用亲自来 到一个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耶稣的名就代表他本身的权柄 代表他的能力 我常常告诉你们,你们也听过 我再次提醒你们 在过去古代的皇帝 根本不用来到那个地方的 先祭到 大家都要跪下来,对不对 所以你看,如果以前的皇帝 都没有耶稣那么尊贵 在万民之上的名 也没有耶稣这么的充满的荣耀和能力 都要说,听到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文武百官 听到圣基都 都要跪下来领子 更何况奉耶稣的名 我们常常忽略了 原来耶稣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 耶稣的名是充满着能力 今天我要给你带来你看 我们这里有两个人 这个两个人是彼得和约翰 彼得和约翰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奉耶稣的名 为了喊耶稣的名 就好像每天吃饭这样 饿得要吃 所以他们去到那里去圣殿岛的时候 他们也不忘奉耶稣的名 那你们看呢 耶稣将所有的权柄 所有的能力放在他名字里头 并且他把他的名赐给了教会 起初就是初期的教会呢 那信徒很清楚知道他们拥有什么 并且积极地使用他 彼得和约翰在下午三点钟 去圣殿祷告 圣殿祷告的时候 经过美门 有一个茄腿的膝盖在那边求基 然后事件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膝盖 茄腿 这个拜他的膝盖呢 是因为耶稣的名 而得到医治 我要强调什么 我要强调重点就是 彼得很清楚知道他有什么 整体上今天的教会 很多教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 有些教会甚至不知道他们有重生 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新造的人 他们以为他们只是罪得赦免而已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罪得赦免呢 我们常常生活 会被魔鬼来操控我们生命 我怎么说 我再解释 你知道吗 如果你停留在罪得赦免 你就是站在魔鬼 容易控制你这一辈子的生命 如果你很清楚 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 并且借着上帝他的儿子 成为我们的义 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 不是因为你读了神经一百遍 也不是你早上五点钟起来祷告 因为耶稣取代了我们的义 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努力去做 以前我们去拜神 我们努力去做 我们努力去做 我们去做要得赵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买龙虾 越大只插在那边 希望那个神能够听到我 我们用很多的方法 来给很多的向前游 希望那个神会听我们多一点 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往往 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 来贿赂上帝 也同时我用这句话贿赂 但是我们要清楚 我们是重生的人 We are born again 我们是上帝里面 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 英文说 We are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 你必须要很清楚 不只是我们信了耶稣 不只是最得胜 这是事实 我们信了耶稣 所有的罪都被赦免 被洗净了 但是你必须清楚 你今天的你 买个赞 不再是买个赞 一起的 一切信靠主耶稣的人 他都是一个新长的人 一切都成为新的 过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就是圣经讲的 你必须要看见你是新造的 如果你还是看见 你只是看见 我还是领寿屏 我只是永远是领寿屏 你必须要看见 我是全新的人 我必须要看见 我今天的生命 不再是我的生命 如果你还活着 旧的生命 难怪 你常常被我们控制 因为你只停留在 罪的生命 你罪了赦免之后 请问 阿牧师很坦白啊 我也很坦白 在你面前 我常常耶稣 我求到耶稣 耶稣啊 你原谅我刚才生气的罪 耶稣啊 你原谅我 说谎的罪 主啊 你赦免我 用你的保险洗净我 赦免了吗 请问 明天还会被犯罪 我们一定要被犯罪 所以我们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 还是被罪的捆绑着 可是你今天有看到 主我今天来到你面前 不是因为 我得到罪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代表什么 新造的人代表新的性情 新造的人代表什么 新造的人代表什么 新造的人代表说 我能够跟过去的生活 过去的生命能够一个两断 有些人啊 跟旧的生命 藕断失联 有些人啊 跟旧的生命啊 完全啊 拉拉扯扯 等一下又很圣洁 等一下又犯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完全没有看到 在基督里 上帝给你一个能力 做一个新造的人 有些教会只知道他们是重生 但他也明白什么叫重生 可是呢 新造的人 可是呢 除了这一点呢 他们就一无所知 他们的态度就是 做出 做出 做出吧 坚持到底 祷告 赶快耶稣快点来 魔鬼很很 满街都是魔鬼啊 那里都是魔鬼的攻击 破坏我的生活 他比上帝还要大 比教会还要强 周围都是他的 他的叶咖 他的一早全部啊 他掌控 他控制 他操控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好像一个无助的孤儿这样 我们真可怜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请为我祷告 希望我能够忠心到底 坚持到最后 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希望我可以 所以说人的态度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过着 齐齐凉凉 齐齐掺掺的生活 这是我常常形容的 我们虽然是上帝的儿子 可是是过着狗之子猫生活 上面呢 我们过狗之子猫生活 上帝我们做他的儿子 如果耶稣是万王之王 最起码你也是一个王 从来上帝没有说 我们是在 好像路边的寂寞 这样 我们怎样让别人 看到你怎样让人家 知道耶稣 信耶稣真正好 如果你过的世纪 是这么可欺灭 凄惨可怜的活 你说来信耶稣 你说你有些福利吗 你说那个人来 要跟你来教会吗 因为可怕啊 因为你自己都很惨 你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吧 然后再跟我讲耶稣 对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生命 拿出来 我告诉你 在信耶里面的信仰 圣经里面的信仰 不是这么样的 我们来看几个 几个 今天你的基督教信仰是什么 第一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你要配合我要不乱你 坐这你就会睡着了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书第4章第1节 1 2 3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是圣的他们 因为他在你们里面的 比是他在这些上的更大 Amen 第二 罗马书第8章3的7节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生有余了 然后接下来 希伯来书第13章第6节 1 2 3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去怕 人人打我怎么样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从这篇经文 随便抽出来 信念 整个信仰啊 都没有说 我们好像活得 好像一只狗这样 很可怜的 在街边要捡 那些破烂捡的 这样丢下来的东西吃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小子啊 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外面的笨大 这是圣经在信念里面的 呼喊和宣告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然而在这一切的世上 你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可能在中文里面你听了 不是很清楚 圣经在英文的版本说 You are more than a conqueror 你不只是conquer 是一个征服者 conquer就是征服 征服的人 征服世界的人 叫conquer 圣经讲 You are more than a conqueror 你比那些征服者 还要超过 就是说 你能征服这一切的世上 有些人啊 主啊 求主你拿掉这个苦难 主啊 求你拿掉我这个问题 主啊 求你拿掉我这个经济的问题 拿掉你就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征服了 所以常常 主如果听你的祷告 你就是一个 你是一个 卑贱网络的人 所以主不是 如果 如果主每一次都 听 按着你的需要来 来听 回听的话 我们生命真的很糟糕 很肤浅 可是上帝有时候是 黏灵我们的 上帝知道我们的 他要说到我们成为 more than a conqueror 得胜有余者 他批准 他容许 这个 东西 发生在我们身上 你必须在这一切的身上 包括你的 感情 包括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家人的关系 包括你跟同事的关系 包括你在 哪一个方面 上帝要我们得胜有余 接下来 他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毕不惧怕 能把我怎么样 神经讲得很清楚 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惧怕 因为这 上帝与我们 给我们力量 上帝做我们的盾牌 所以你看到 整个信仰 基督要信仰 教导我们什么呢 教导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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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不是活在 那种 被 被摧 被爱的情况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 读好好 读圣经 去了解 圣经 了解圣经里面 所讲的话呢 我们做基督徒呢 就会常常 失败 在探访期间呢 事故真 牧师 发现他墙上 有一张 框架起来的文件 他对这张文件 非常感兴趣 然后去问老夫人 这是你的吗 老夫人解释他 解释说 是他一辈子呢 在贵族家庭里面 做了半辈子 这张文件 是他退休之前呢 是主人家 送给他做纪念的 因此他把他框架起来 放在那墙底上 他为这张文件呢 感到很骄傲 自从那个主人 过世之后呢 他就变过在那个墙上了 事故的牧师就说 我可以拿下来 看清楚一点吗 那个不认识之的 老夫人就回答说 好啊 这的确 可是你要make sure 把它放回眼位 然后事故真 就拿了下来 就拿给有关的权威人士 去坚定 确认这一份 是一份围住来的 移住来的 是主人留下给他 一些物质和一些金钱 给他 给他好 下半辈子有好过一点 可是呢 这位老夫人呢 却把 却住在木乡 搭建的小房子 因为贫穷和饥饿 造成营养不良 可是 过在这个墙上的 这个遗嘱啊 已经为他预备 照顾他下半辈子 漂亮的物质 还有加上利己的生活费 最后 师父真牧师 帮助这个老夫人 拿到他属于他的东西 可是 如果他早发现 就不用过着 这么如此悲惨 几产 几产 低粮的日子 这故事呢 就好像今日的教会 用树林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啊 常常住在破烂的屋子里面 我们有耶稣的名 却过在墙上 不用 我们 而且他引以为勇 说 哇 这个耶稣的名 但是我们从来不用 这名属于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用的 彼得很清楚 他拥有的 他叫乞丐 双眼看着他 我示范一下 这里有个乞丐 然后 然后 我是彼得 我刚好走过 然后走过的时候 我就看到乞丐 然后看到乞丐在那边 在球棋 我就说 喂 看着我们 哇 那个乞丐啊 Imagine我是那个乞丐 哇 有人叫我看着他 肯定要给我大钱 要给我什么财富 给我什么好料的东西 可是 彼得这样 第一句话 你经营我没有啊 钱我没有 不是老子有钱啊 仅仅我都没有 我叫我所有 所有 神让所有的一切给你 就是奉耶和名 出来 听说 彼得再讲一句话说 不是不肯定的 你看 封耶稣的名 你看 睁眼睛看看 可能不行 可能行 他不是不肯定的 他说 今天我真的没有 可是我将我所有的给你 封耶稣的名 其来 信主 可是我们祷告说 我们会被你祷告 我们会被你祷告 我们会说 你要有信心啊 你要有信心 你要杯酒 你要有信心 可是信心不是这样讲的 今天这个经文不是这样讲的 彼得根本不理这个乞丐 其他有没有信心 他根本没有兴趣 这个乞丐相信不相信耶稣的能力 可是他说 基督我没有 我奉耶稣的名叫起来信主 彼得很清楚知道 他身上的名字 彼得 叫他说起来信主 有人说 哎呀牧师 彼得遗憾是使徒咧 那些使徒都有人意啊 建立教会的 当最后一个使徒死掉啊 就使徒了 死到没有了 今天呢 这件事情啊 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真的搞不清楚 搞不明白 为什么人会这样想法 撒旦魔鬼呢 也鼓过整个基督教界 他不要我们基督徒啊 明白知道这个耶稣的名 他怕这个名字 因他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耶稣已经打败他的 他知道 他的名字 有如其的 那样的震慑他 他知道 耶稣说过 奉我 我名单位 你们 信我的人 必有神迹 觉得他们 奉我的名单位 意思说 他们 可以 就是我们啊 我们可以自行耶稣的全备 在 撒旦魔鬼身上 他 他也不想让你和我知道 只要你多久不知道 哎呀 他就爽了 他就有多少的日子来控制我们 超纯我们 所以你看 他就是如此的 捕破整个基督教界 不管你有多虔诚 你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会感到很无助 不管你相信重生的 你相信圣灵充满讲方言的 你相信有意志的 你相信上帝能力的 完全对耶稣的名 都很温暖今天的教育 包括我们这些 五层中神召会的信徒 我们去学了一套 一致的方程式 我们去学了一套 感慰的方程式 我们又去学了一套 讲方言的方程式 可是从来不用耶稣的名 你看 连我们这些 知道上帝能力的信徒 也随便 讲诺头从来没有用耶稣的名 有时候 我在想 我想这样吗 我想想 如果 此时此刻 上帝坐在 天上的宝座上面 他是怎么样想 他往下来看贴 地上的教育 他会是怎样想 他可能这样说 天使Gabriel 天使家八月 你看看我这般的女儿 儿女在地上做什么 我相信 我相信 家八月会跟他讲 那 上帝啊 你看到 那些 只有两岁到三岁的孩子 在教会里面玩手 你不好意思吗 我在讲一次 如果 上帝问 家八月 这班 我的儿和女们在做什么 家八月会回答上帝说 我看到有很多两三岁的孩子 在教会里 在教会里 意思说我们从来没有成长过 意思说我们从来没有去灵命 去装备过 我们是可能我 今年我的三十七岁 可是我的灵命好像两三岁 这样 我们也不是真的敬拜 什么 在plain and judge 完手 plain and judge 所以 因为 当我们要懂得了解 要去认识上帝的过瑜的时候 要明白 要 所以 让我们 苏醒起来吧 兄弟妹 要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 耶稣的名一直在我们手上 这是我们的 圣经说 刚才我们读了圣经 报告我们说 今明我们没有 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 超乎万名字上的名 我奉拿撒勒人 耶稣的名 叫你 起来行走 有人对我这样说 牧师 我试过用耶稣的名 可是好像在我身上 不好啊 无效 我只能告诉你 你必须手读圣经 了解这个名字 背后有多大的威力 你必须 去研究神的过瘾 计 设计这个名字的影响 还有这个名字背后的力量 耶稣的名 不是咒语 南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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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有些人拿耶稣的名 好像是这样 封耶稣的名 哦 希望是好像是南摩南摩南摩 这样 耶稣的名 也不是魔咒 哇 封耶稣的名 他不是魔咒 你必须了解 耶稣这个人 你才能够用耶稣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来看 耶稣的名和其他的方面的关系 第一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做什么呢 第一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解 圣经讲 来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凡事要奉我们 主耶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常常感谢 我们要奉主的名 常常感谢 这是我们常常 一个基督啊 我要看他有多少 多少的信靠神 不是他有多少的祷告 那再讲一次 牧师不是不鼓励祷告 我很强调祷告 但是 如果 真正的祷告的力量 都在于多少次的祷告 而是你相信你所祷告的内容 很多人祷告 不相信自己的内容 主啊 请你给我一点的名字 封耶稣的名 阿们 走出去了 走出去了 他没有 他没有 真的去敢 敢敢去接受 最大的祷告的方式 不是你祷告多少 而是感谢 主我感谢 我感谢你 感谢你 我看到 Merserlices on the way 明白吗 感谢 感恩 是 是领受的 你奉耶稣的名 耶稣就在那边拿去 拿去 不要啦 拿去 不要啦 拿去 你说你要的 你说奉耶稣的名 不要啦 我们没有感恩 我们不接受 感恩很重要 所以在你生活当中 要学 英文说 你不只是要Pray 你要学习要Praise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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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赞美也很重要 你不相信你会去试一下 每天 每天 每天跟你老婆 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 每天 哇 今天你很漂亮 我告诉你 一个月后 你跟你的老婆 真的会越来越漂亮 因为 你已经把这个话语 见到他身上 不相信你再试试看回去 跟大家有关系 明天回去 跟你老板讲 老板你真是很棒 老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老板 你真的是我一辈子看到最好的老板 你讲一个月看 我肯定你加信 甚至 赞美的力量真的很大 我不是叫你拍马屁 我是叫你很认真的去跟他讲 很诚心的对他讲 你称赞你老板的时候是对你有好处的 要不然 他会让你过不去 是吗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凡事上要感人呈现是有道理的 你看 我们中国人都有讲 起一手不打少年人 所以你遇到一个人 每次都说 谢谢你 感谢 这个人 你会不会给他赞 你有想什么到好处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他 你肯定会想到他的 这个人很好 这个弟兄很好 这个姐妹很好 我这个人很会感恩 可能你卖的东西 外面卖三毛钱 你卖五毛钱 可是为什么你生意那么好 因为你都是 HitQ 老板老板 请坐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我来这里性感 给他一年了 我每个礼拜 我没有口渴都好 我好像被磨皱这样 我都会去那个corner咖啡店 那个老板呢 嘴巴 甜的要说 老板你好 请坐 请坐 为什么生意这么好 我就奇怪 一个小的咖啡店 生意这么好 嘴巴 他每次你也说 他懂得争战 所以要学习感谢 忙吹甘金 哪 你去买 感谢人 你不会少一块肉的 感谢人 你不会少一根骨的 反而你有好处 所以要学习感恩 接下来我们来看 奉耶稣的名 得到洁净 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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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耶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名 已经写尽 诚圣 诚圣 所以你不会再定罪了 兄弟妹 不要让以前的过去 你以前所犯错的地方 所做错的东西 一直定罪 定罪 不要以前你做错那些事情 耿耿于怀 因为圣经讲得清楚 你是奉耶稣的名 sorry 你是奉耶稣的名 凭退洗净了 成圣了 诚圣了 诚意了 阿们 所以你一定要从这个 怎么说 这个内疚感 这个定罪感 脱离出来 每一次魔鬼在定罪 你都拿拿拿拿拿 你又来了咯 那你就是老不死咯 你就这样咯 没有改咯 你就是这样咯 好几个还来是教会 你会敬拜神 哇你又做坏事了 这些定罪感 这些内疚感 一定要除掉说 我是 我 我是 一个 我扬家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但是我是靠着上帝的学 我身上有上帝的意证 我诚意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 我诚意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我诚意是因为我死 也许代替我的位置 所以每一次的那个内疚感 那个定罪感来的时候 你要学习 宣告 我在耶稣基督里是 洁净 成圣 成义 来 咱们大家讲啊 咱们大家讲啊 我在基督耶稣里 我在基督耶稣里 是洁净 是洁净 成圣 成圣 成义 成义 Amen 接着我们来看 奉主的名高默 来一二三 你们中间有病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长来 Amen 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墨他 为他祷告 我们常常也要懂得高默很重要的 用油高默很重要的 我们可以奉主的名高默 那一些病啊 这里解释是这样 而且解释说啊 我们相信病的医治 如果一些病 如果长久 祷告了还不好 他应该找家会的长老 家会长老这里的意思言 就是 是牧者 是家会的牧师 家会的领袖 为他祷告 他一定可以奉主的名 来高默 得到释放 因为一些病 一些病 可能跟罪有关 所以必须要牧师 来为他祷告 来得到释放 所以 圣经讲 你可以奉耶稣的名 是该高默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这完了 我们不只说奉耶稣的名感谢 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 洁净成圣成医 可以奉耶稣的名高默 我们来看 sorry 这里 奉耶稣的名 恩以所有的细细生物 都有相关 圣经讲来 一起来读 这个经文是错了 我没有办法 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 来一二三 无论做什么 说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的名 接着他感谢父神 这里讲的 讲得很清楚 这里面 无论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 都要奉主的名来做 奉主的名来做 看到没有 原来耶稣的名 跟我们的生活 每一天都有关 我不知道 当中可能是做秀者 可能当中有人是学生 有些人当中是做生意的 有时候你真的要一套商业 我常常也是一套商业的 你说我 我也做过生意 我是开始卖那个电脑行业批发 我跑全国十三 十三周 只有大沙 外面跑过来 因为我跑的话我怕亡 然后本钱赚回来 我就跑全马 整个半岛 我没有顾客群 我没有像现在的salesman 很好命 老板便便拿 那个customer list给他 顾客群去找他的顾客 他只要去follow up 我的是要去开市场的 那个老板跟你没有关系 完全不认识你的 我常说没有关系 就有关系的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所以我跟他没有关系 常常是空静子 我记得我第一个customer 我在那边跟他 他老板 你坐在那 等等 我在那边坐四个小时 坐四个小时 看着他卖东西 你卖了最后 他有时间跟我讲话 说他说我对你的产品 没有兴趣 我一间都没卖过 但是我在我离开那个行业的时候 我总共有全马各地 朱拉莎 巴沙沃 我有四百多间的顾客群 为什么呢 我要分享 不是我厉害做sales 厉害卖 不是 是因为我每次去做生意的时候 主啊你帮我走在前中 我奉主的名走去其他的店 奉主的名 给我看到他的老板 因为有时候你跟他的严工讲一半 我不能做主的长老板 不能浪费之间 所以你一定要感受 每次你做任何东西 你要让耶稣带头 主啊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主啊你开度给我 让我遇到好时机 让我遇到贵的人 对的老板 所以你就把你的 他跟你的生活有关系 耶稣的理由 你必须要懂得 有你所谓在你的生活上 在你的事业上 或者在你的事业上 主啊 当我聪明智慧 当我读了 不要浪费时间 我读的这个三个小时 全部都会有考的 不要只读那些没有考的 所以 奉主的命 在你的生活上 找 找伙伴 找做生意 也是要奉主的命 所以 所以 主的命是 让我们站立起来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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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